那這個時候呢 你說它是特別法 但是它是舊法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就變成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 那在行政程序法的規定啊 像最常出現的一個問題 行政程序法對於送達的規定其實規定的比較多 也比較完整 那這些尤其是在那個之前大法官結之後 其實就有做一方新的修正嘛 所以它在送達規定其實比較完整 可是我們的學生經生法的送達規定其實是非常 非常少 大概只有一條啊 等於是它沒有什麼送達規定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說它有沒有規定 有 但它的規定有沒有完整 不完整 所以就會有一票的學者說啊 就是 其他法律之程序規定 須完全或完整的規定 才能夠排除行政程序法的適用 那如果說那個法律呢 僅就程序為部分規定的時候呢 或其程序規定及立法目的 並不排除行政程序法適用者 就要以行政程序法規定去做 但有另外一個說法叫做程序保上說 因為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一項有所謂的另有規定 那這項另有規定呢 指的不是說其他法律有其他不同的規定 否則那行政程序法就被架空 而是說 因從正當行政程序的觀念來看 其他法另有規定 指的是另有叫行政程序法較嚴格的規定的時候 其實這樣看起來 兩說到最後的概念其實是蠻像的啦 就是說 一邊是說你規定比較完整 我就是依照你的規定 一邊是說你規定比較嚴格 我就是照你那邊的規定 但他們其實最主要概念還是在於說 今天行政程序法規定就是一個很基本的 你再怎麼樣都要符合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因為你這邊比較不完整 所以我就用這邊的完整來補充你 你這邊比較嚴格 那你才可以不用我 但你比較不嚴格的時候 你原則上就要有我這邊的規定做 所以也就是說 行政程序法還是維持著一個基本法的概念 就是你怎麼樣都要至少做到 跟行政程序法一樣為準 除非你有特別的 但是呢 其實有學者就有提到說 這個東西有例外 因為雖然是大量行政 我們在行政程序法第二條就有明文 第二條吧 你對 第二條 第三條就有明文說 應該是第三條 大量行政的時候 是可以例外不遵守行政程序法裡面的規定 那隨身計政是不是一種大量行政 是啊 每天都在做計程的動作 你那個開發票就是一種隨身計程的動作 五月報稅的時候 只有 據統計次有四五百萬筆申報案件 那其實真的是大量行政的工作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學者說 因於遮上 你要看 今天稅法有特別規定的時候 是因為什麼原因 如果說 今天這個原因是因為 當初立法的疏漏 那你就 依行政程序法 如果說 今天這個特別規定是因為 稅法上特別的目的 所以做了特別規定 這時候你就不用回去 使用行政程序法 因為你可能就像我講的 至於大量行政 所以你有特別的目的 你要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不用回去 使用行政程序法 這是陳清秀老師的見解 他會覺得說 這時候你要看 你的特別規定的原因跟目的是什麼 或者是你沒有規定到的原因跟目的是什麼 來去看你要不要回去 使用行政程序法 這次再講稅法跟其他 再跟稅法跟公法上的關係 那其實稅法自己本身也有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 稅捐基增法就變成是稅法的一個基本法 然後 其實也有其他法 那個所得稅法 營業稅法 每個稅法其實也都會有不一樣的規定 所以 這個也會有 那這個地方就比較沒有收降的問題 因為原則上還是要依稅捐基增法為母法 然後去執行 可是這幾年有一個 我就覺得有一個新的議題 就是稅捐基增法跟 納稅人權利保護法之間 有沒有 基本法跟特別法規定的問題 我覺得也是有可能 因為 納稅人權利保護法 它是新的 然後它規定的也是 很特別的東西 但它也有一些程序性的規定 也有實體的規定 所以我覺得它原則上應該也是 還是立於特別法的地位 還是立於特別法的地位 好 那這是在稅法跟公法的關係 那接下來是稅法跟民法的關係 不一定是民法 民鄉法的關係 就是司法領域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 應該從德國學說開始說起 其實德國在二戰之後啊 因為納稅 德國結束之後 其實德國人對於行政 就是政府的權利 一直會希望說它越小 越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會覺得說 民鄉法 是民法自治嘛 就是我自己決定 我不影響別人 原則上就是我決定的就對 就是依照我決定 所以稅法 你要怎麼課稅 原則上就是要看民法 民鄉法怎麼做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民法優先說 或者是稅法依附說這樣的概念 就是一切以民法為優先 我民法我今天訂的一個契約就是 買賣契約就是買賣契約 我訂的贈與契約就是贈與契約 你稅法就是依照贈與稅來課稅 或者是依照買賣契約的所得稅 或者是營業出來課稅的動作 你不能夠去實質地去審查 它是不是掛羊頭賣狗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樣的情形就產生了一個 久了久了就產生一個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 很多人明明簽了買賣契約 但是價金多少?一塊錢 或者是不用說一塊錢這麼誇張 價金一百塊要買一片土地 那其實這根本就是贈與啊 但是因為他不想要繳贈與稅啊 然後呢這樣一百塊所得稅才一百塊 所得稅就低 營業稅也低 所以這樣的情形在德國 在這說到中段就是越來越嚴重 然後國稅局跟一些學者就出來批評說這樣不行 人民的那個租稅規避的情況太嚴重 所以他們就有另外一個說法就這樣子出現 就是稅法獨立說這樣子的一個說法就出現 稅法獨立說其實在稅法學界其實 幾個比較重要的學者其實早期也都採這個說法 他們會認為說 你民法我尊重你 你就是走你的 我稅法為我自己一套土地 我自己的見解 你說你這個是民事買賣契約 好啊你是買賣契約沒錯 我不會去動你民法上的規定 我稅法認定實質看 這一百塊 這土地價值又不只一百塊了 你賣他一百塊 我就說你是贈與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套認定方式 跟你的民法認定方式不一樣 所以就變成稅法獨立說出現 那他就認為說說我的課稅要件呢 就是民法創造的沒錯 但是我有自己的一套邏輯 我自己去判斷 這就是所謂的經濟觀察法 跟實質課稅原則 就是這樣子出現的 我用經濟的原理來看說 你這個買賣契約買下去一百塊 根本就不符合一般的經濟實質的操作模式 所以我會覺得你這不是買賣契約 你這是贈與契約 這就是稅法獨立說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稅法獨立說啊 就像在台灣引進來 就是從4-420號解釋開始出現 會覺得說要實質觀察 經濟觀察 那這我們下一堂課就會講到什麼 要實質經濟觀察法 或實質課稅原則這個東西 那漸漸的稅局就會看到什麼東西 看到影就開槍 他會覺得啊 你這個 你這邊怪怪的喔 那你是不是有在做稅捐 逃漏稅捐的 出稅規 脫髮必稅的行為啊 那你這個地方怪怪的 那我就要調整 我就要依實質課稅原則 說你這個不對不對 我就要課稅 對 對 對